哈喽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道Combination Sum 4,它是类扣第377题,然后难度呢是迷点难度,那么在最近六个月之内呢,Visa这个公司有考过这道题,然后它相关的topic是Dynamic Programming, 但是呢我为什么今天把这道题拿过来讲,就是因为我想用这个DFS的方法来实现这道题,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道题到底是怎么一个提议,它说给定一个整数的array,然后呢里面都是正数,也就是正整数的这么一个数组,然后并且它是没有这个重复的,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绿查表出现的, 我们可以这边先记录一下,没有绿查表,然后呢我们需要找到所有可能的Combination,它加起来的和是等于target, 这道题目其实我们之前的几个CombinationSum都有类似的这个要求,它需要CombinationSum等于target,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它给的例子,我们就会发现这道题有什么不同,它说array是1,2,3,然后它给是4,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它这边有一个1,1,2,还有一个1,2,1, 然后这两种Combination,它其实是同一个Combination,所以我在做这道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应该叫它permutationSum嘛,不是CombinationSum, 因为它是有序的,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一样,题目意思差不多理解了,那么我们拿具体的这个example来实现一下, 我们模拟一下整个过程吧,它题目中用的是1,2,3的这个速度, 但是我为了方便起见,我就用了1,2,然后我设了一个target等于3, 一样的是从空开始,第一层size等于1,1和2,第二层size等于2, 那我基于第一层这是两个1,然后这是两个2,第三层size等于2,size等于3, 然后我们先处理完第二层,我们再看下面哪一层,那基于1,我从这个第一个元素开始去,它是1,1, 然后第二个元素1,2,2也同样的从第一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开始去,然后21,22,那基于上一层,它应该是1,1和1,2, 我们先把这些上一层的数拿下来, 好,我们再去填第一个元素1和第二个元素2,第一个元素1,第二个元素2,第一个元素1,第二个元素2,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后出现的所有的结果了,那我们会发现它如果返回的是target的话, 我们这个target最后会有三种的情况,一种是小于target,一种是等于target,一种是大于target, 很显然如果是小于target,我就会继续去进行这个DFS的过程, 那如果是等于的话,我就把这个结果作为count++,然后算到最后的count里面去, 然后再返回,如果是大于的话,我就直接返回,因为接下去的那些数肯定都是positive的integer, 所以就没有任何意义再往下走了,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道题, 如果我需要这个满足它的combination的sum up等于3的话, 我们看一下哪些情况是满足的,好,这边,这边有一个等于3, 那我们1加2等于3,我们就直接,我们写一个count++,然后加return吧, 然后这边也是count++,然后return,然后2加2等于4已经超过了,我就直接return, return的话,2下面对应的我就不用再去管了,那么同样的这边2,1组合对应的下面的第三层我又不用管了, 然后这边也是,但是1加1等于2是小于3的,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1加1加1等于,刚好等于我就可以count++再return, 然后1加1加2已经大于3,我们就直接return,好,那从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它这个地规的出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要把最后的这个count要加加, 然后再return,另外一种是它这个本身已经和超过了target,我就直接return, 那么这是出口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就具体这个地规的拆解的部分, 因为我们每一层我们发现就是,它继承了它上面的这一层,它父亲的这个部分, 然后它自己个性化的这个部分呢,因为这边没有绿茶表, 但是它同一个元素可以多次使用,也就是可以和前女友复合, 可以和前女友复合,所以如果是前女友复合的话, 我们每次这个index都会是去到当前这个,我们要保证当前这个数可以一直去到不想去为止, 好,根据这个提议我们来具体实现一下代码,首先还是雷达不动的corner case, 判断一下如果这个array是呢,或者它的长度等于零,直接return result, 应该是return零,然后dfs的操作,最后return一个counter吧, 这边我需要用一个global的variable,我初始化为0,然后我再用这个d归, 首先是d归的第一,然后d归的拆解, 然后d归的出口,d归的拆解,我们用一个for loop,这边i的初始化是什么,我现在先不写,大家一会过来讨论一下,好,还是老套路,加上去, 然后d归,然后剪掉最后一个,出口呢,有两种情况,刚刚分析了,一个是,它的核刚好是什么, 它的核刚好是等于target,也就是说target减去当前的这个element,最后它等于了0,所以它count就可以加加,然后再return,另外一种情况是target已经小于0了,也就是它已经超过了target本身的数, 我们就不需要再往下做d归了,然后我们也是return,那么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次啊, 你每次,每一层取这个个性化的数的时候,你一定是都是从index等于0的地方开始取,是从头开始取的,所以我们这个i是等于0, 那么另外我也说到这边是可以和前9复合的,也就是说它每次做这个index的时候,不需要加1,你可以取到当前这个数, 我们先把我们有的东西填进去,填到这个参数的部分,首先传进来的是一个nums,然后我要求的是一个target,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当前的这个subset, 以及,好,这边因为我们不需要返回所有集合,我们只需要返回一个数字,所以这边就不需要list of list,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把这边填一下nums, target要减去当前这个,然后subset,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i,就是我们每次要做的这个index, 好,这样子呢,我们为了美观再把这个出口的部分调到上面,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主函数里面的填进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主函数里面的填进去, index0,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小了一个等号,好,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它这个123的组合呢,它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那么,我们试一下提交这道题, 提交这道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time limit exceeded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超时了,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地归的整个过程啊, 它这个时间复杂度是根据它地归的深度来讲的,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深度非常深的情况下,它的时间复杂度就会非常的高,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这道题会prefer去用这个dp来解,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因为这道题啊, 它没有涉及到就是用这个list, 这个result来作为返回的type, 因为它这边只需要一个number就好了, 就只需要是实现告诉我就是最后有几个符合条件的这门combination, 它这里叫combination,其实我觉得应该是permutation, 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用dfs去把每一步都把它求出来, 然后呢,我们这边今天先不讲dp的这种方法, 只是给大家留这么一个念想, 就是说就是这种类型的题目, 只需要返回这个解的个数的题目, 我们prefer去用dp而不是用dfs来做, 在时间复杂度上会有一定的优化。 好,那今天这道题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我们前几天的一些模版的一道题, 那主要就是前扭啊,绿沙标这些关键词, 是大家做题的一个切入点, 还有包括这个地规的出口也非常的重要, 这个大家可以再把前面几道题和今天这道题和起来再去回顾一下, 找找这些道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特别是这个排列题和组合题有什么区别和相同点, 然后在做的时候哪些部分容易出现问题, 我觉得这个地规拆解的这个部分是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部分, 所以这也是我今后需要再着重去回顾和复习的一个点。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这道题呢我们之后会在讲DP的时候跟这个背包问题一起去分析, 它也是背包问题的系列题之一。 那今天是这样吧, 大家晚安, 拜拜!